毕生发明活字印刷 同学们,你们学了蔡伦造纸这一课以后,都已经知道了纸是怎么发明的了。 你们可能会接着想,那么,书又是怎么来的呢? 是啊,今天,书对我们来说,简直和纸一样普通。 可是,尽管有了纸,如果要把纸印成书,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在一千年以前,书上的字都是用木板来印刷的。 在印刷以前,要用小刀把字一个一个的刻在木板上,然后刷上墨,印在纸上。 用这样的办法,如果要印一本几万字,十几万字的书,那就得刻许多许多的木板,非常不方便。 那时候,有一个名叫毕生的人,很想把印刷的方法改进一下。 他想,我们现在把字刻在木板上,刻一字只能用来印一本书。 如果让刻出来的字,变成一个一个能活动的,可以反复使用,就不只是能印一本书,而是能印好几本书了。 那不是既快又方便吗? 经过了好多次试验,他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。 毕生发明的活字,是用泥做材料的。 他先用泥做成许多小方块。 小泥块晾干了以后,他就在每个泥块上刻一个字,再放到火上去烤印。 印刷的时候,在一块铁板上,放上一层蜡,把需要的泥字块一个一个的排在铁板上面。 排满了以后,就把铁板放在火上烤。 蜡化了,再一冷,那些字块就粘在一起了。 然后,在字上刷上墨,铺上纸,就可以印出一页一页的书来了。 等书印好了以后,再把铁板放到火上一烤,在蜡化了却还没有完全冷下来的时候,就可以把那些泥字块拿下来,准备下一次印别的书用了。 笔生发明的活字印刷,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。 和造纸一样,对世界文明是一个伟大的贡献。